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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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询问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 1979年 法国《地理杂志》当生 需要大量图片介绍神秘的中国 这让我碰到这让我心感情愿地将自己深深地沉浸到这个伟大的国家中去 为这个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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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制一幅历史小巨 三十多年前 该个开放的中国在呼唤我 今天 今天 举变的中国又才呼唤我 他呼唤我去记录近日的中国 微笑的中国 二十多年我 伟移 一瓶 第四十五 朵年的冠失 整样 二十雄 已经有第一种流露 整整 大径 这是 这是 Gordon Mull מא 因交流而精彩 我觉得这里面这么多优秀的这些作品 都应该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中国 认识我们中国 尊重我们中国 谢谢 谢谢 我的爱好就是拍中国 就是这个风格的 应该是自然的 有人不发现我在拍 所以应该很快 应该动得很慢 这样人就不会害怕 有人就 啊 啊 这样 不是偷拍的 我是喝酒 北京是我当年来到中国的第一座城市 那时这里物资匮乏 没有色彩 整座城市笼罩着一片灰色 像缩染无味的摆开水 干燥的风 呼呼的吹 到处都弥漫着美臭的气味 85年1月份就到了北京 感觉是跟法国完全不一样 不开放 我到了11天晚上特别晚的 零下10多度 一个人在街上都没有 马上11点钟 那时候汽车很少 呃 饭瓜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开放 让我感觉无法捕捉真实的中国 而我却成为被捕捉的对象 我常常被好奇的中国人围观 被警觉的居委会大爷 当成外国特务 被严肃委屋的警察盘问 渐渐地我发现 这座城市有一种魅力 在凝重的灰色雕像 在古老的胡同中 涌动着一种变革的力量 孕育着改革的勃勃生机 那时候我有一个红色 第二天我把我的胡子关掉了 我因为知道中国人不习惯有红色的 我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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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老婆 我好不容易 我好不容易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当起小船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 鸟儿蜜 春花惹人醉 狂歌笑语 绕着彩云飞 啊 亲爱的朋友们 离开的春花树一枚飞 这是我熟悉的地方 北京饭店 这里曾经是北京最早的涉外宾馆 我在这里遇见了人生最重要的朋友 我的恩师 过期著名纪录片导演 义文斯先生 义文斯 我的老朋友 他是个有名的导演 我去的时候觉得还是这样的衣服 伊文斯和斯诺 施莫特莱一样 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 到1988年完成《凤的故事》 他与中国的交往长大半个世纪之久 他特别喜欢我的八十年代的照片 还有伊文斯太太 马斯林 他说 从你的照片能看出来很热情的 你是为了爱别人 为了介绍好东西 伊文斯的报奖 对一个处处茅庐的青年摄影师来说 是摩达的故舞 可以说是伊文斯给我支出了一条 将属中国改革开放故事的道路 伊文斯1989年去世 他的妇人马斯林 今年也已经90岁了 但是思想还是特别年轻 特别开放 每次我去巴黎 都要去摆访他 告诉他一些北京的新鲜事 伊文斯与人喜欢的豹蝡和我身边 也尽便说 这是我们要建设一个道路 因为然后中国的各种中国对签 也有在中国非常调贸的原因 很多贸贸贸 都是中国国家的写贸 是中国中国人和中国的小鹿 是中国人都像个小狗分之危 我们想要证识 每個蝦蝦是一個獨自性 一個個人性 像在這裡 像在法國 像在哪裡 我們想封面對西方和西方的窗戶 我們想封面對西方的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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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老式電影機 如今已經作為文物 被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當年 伊文斯用影像記錄了苦難 貧困的中國 如今 我要用相機 拍攝 改革開放的中國 廣東 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年陣地 我發現這裡的人們 這裡出現了該個開放後最早的自由市場 我第一次在廣州看到了兇毛外交的主人公 深受世界人民喜愛的大小貓 中國開始擁有自己開發的電腦產品 街頭巨富廣告牌 替代了紅死政治錶魚 成為城市的新景觀 深圳從一個小雨村 變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標 這裡搞樓大廈 向雨後春孫 拔跡而起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這裡出現了房地產、市場 中國人開始擁有了自己的房產 新生事物層出不窮 廣東稱為了改革開放的聖地 這裡開啟了中國人新的生活方式 廣東牆也成了市場 似乎這樣就是更上了時代的步伐 那時候我覺得特別是年輕人 很勇敢 他們特別激動 特別召集中國的 以後會變怎麼樣 特別是大學生 有的大學生他們特別想出國 所以我們在一起找朋友 找一個門 他們那時候看完笑說 你們說中國在開放 門在哪兒呢 走出國門 到西方去留學 這是很多中國年輕人的夢想 而我這個處處茅路的西方攝影師 卻對中國那個東方姑國的劇變 越來越痴情 甚至是在巴黎 在巴黎 我有兩個最好的朋友 奇門和她的夫人 和她的夫人 朱曉玲 1986年 奇門和我 還有一對畫家朋友 帶著他們 只有14個月的小寶寶 共同踏上了三個月的中國探險之旅 那一年春節 中央電視台正在日播電視劇西游記 我和西門 卻在醜化一張精彩絕論的東遊記 我們想用繪畫 攝影和攝像的方式 來記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那時候很多中國人還沒勸過外國人 我們在街上畫畫 很多一千多個人在看我們這樣 都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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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希望有很多錢 但要給別人 講 錢是最重要的 能看出來人才笑 很熱情 還有 覺得中國有這麼一個眼睛 我想通過適應作品 讓西方人走進中國 勞解中國 我在學習 另一種思維方式 融入中國的社會巨變 我需要的是時間 是努力 是旅行 同時 抓住一些機會按下我的快門 我的照片很快被明星週刊 《國家地理雜誌》等歐洲著名的報刊 正想看在 《國家地理雜誌》等歐洲著名的報告 《國家地理雜誌》等歐洲著名的報告 我與中國的緣分 正是來自這份雜誌 1949年 明星週刊 创刊年年 新中國剛剛成立 大多數歐洲人 對新中國 充滿著興趣 1978年 這個國家 又迎來了第二個春天 今次的發生了 應該就 selfless 我喜歡他的照片 他照片 這隻拍照片 上來自中國的照片 這看 эт你的照片 我相信 那些照片 在過去故事的 第三個月 他不會負責 我還沒有在這個地上 因為一座大群人 從大盛力 去大盛力 我的家在法國一個叫 聖阿維廷的小鎮 這裡居巴里兩百多公里 我的小女兒今年兩歲 中文名叫做墨蝶 墨裡的墨,蝴蝶的蝶 我們的生活幸福寧靜 偶爾我會一個人回到母親家的倉庫 那裡存放著我的中國記憶 那裡是我的秘密王國 很美的啊 這是一共一母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 叫Mofo Elena 可以开一个博物馆 Atlas Atacus Atlas 中国的古典 我对于色彩的敏感 或许来自基因 我父母都是画家 父亲已去世多年 年轻八十的老母亲 依然坚持每日作画 很不同 很创业 很创业 虚无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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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关心 对 关心的那些物业 关心的后来 是中国的 是成为了自己的 中国的不代表 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 是中国的白色 是中国的白色 我想什么办法做的 一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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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们要处理 你觉得 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 感觉很亲切 跟我们现在就是完全时代的变革 就是非常明显 这是我1985年1月14日 在上海拍摄的一张照片 他记录了中国股市开放时 上海民众购买股票的情形 当时有朋友告诉我 中国的争权交易就要开始了 在靖安区附近的南京西路1806号 据说那里原来是个立发店 后来改建成证券应业部 那天凌晨三点 就有人开始派对 全田认购获报 我很庆幸捕捉到了这个珍贵的历史瞬间 是各政策交易的地方 各政策交易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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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住在这儿吗 啊 你是这儿的吗 哪儿是哪儿的啊 我想问你一下 那我三十年以前在这儿买了这张照片 是第一次卖股票的 不清楚了 啊 啊 麻烦你一下 你是住在这儿吗 我呃 我住在上海 对 啊 我三十年以前拍了这张照片 是第一次卖股票在上海 嗯 就在这儿附近你知道在哪儿吗 啊 我真的不知道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卖股票的一次在中国卖股票的 卖股票的 中国卖股票的 第一次 呃 这里的体育馆在这里 买股票的我还 还 还 还不知道这里 这是秦安体育馆 啊 秦安体育馆 秦安体育馆 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太大了 以至于我再也找不到那些记忆中的地方 或许即使找到我也已经不认识了 正如炒股线世界上不断更新跳跃的数据一样 光阴蕊说 快速发展的中国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 从1985年第一次去中国 我就发现自己离不开 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 三十多年来 我一直在追寻那个像梦一样的世界 只有才回法国定居的这几年 在和朋友的聚会上 我才有空 所说在中国的体育 一九八六年的冬天 零下十几度 我和当地想到 在广西和贵州交接的深山里 汽车陷入泥潭泡沫了 我们身上果子就抱着去暖 抹黑走了十几亿山路 风雪交加 寂寒交破 特别危险 我就清了这个老人的房子 我脱了衣服 他们拿了草 他们的草 擦一下我的身 让我喝米酒 有时候他们看我 他们觉得是一个鬼来了 他们问我 你是不是从月亮掉下来的 许多年过去了 我当年拍摄的照片 也早就汇集成《各海墓寨》 在法国出版了 很多外国人因此慕名而来 一座座毁煌壮丽的冯玉桥 跨河而沃 桥顶上简有宝塔 仿佛是呈现给田亭的礼物 当地人告诉我 动语很复杂 有十多个声调 生活的欢乐和悲伤 都被编成四十多种不同类型的歌曲来表达 这里是歌的好 树木的存在 今天我要重返东乡去寻找我的救命恩人 当面感谢这位东族老人 和三十多年前一样 质朴的动物主人又一次热情地款待了我 遗憾的是老人已经去世了 他唯一的女儿也远在广东打工 喂 喂你好 你还记得我吗 喂喂喂喂款分多好多 喂喂喂喂全都是好多 哦是的 各旧 是26年 我还没忘记耶 我还记得你的家我就来了 来问你好 你在广东怎么样 relação哦老爷 老人就藏在村头的空地里, 墓地非常简朴,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有。 春朴的老人再也不能跟我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我要把我的摄影机《各海母寨》 献给勤劳勇敢的动作人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1989年春天在广西三强洞乡拍摄的一张照片。 我惊喜地记得照片中这位东族妇女, 那个灿烂的微笑,她用东族妓妓的方式 带着爽胞胎儿子去赶集。 27年过去了,这个瞬间一直在我脑海中定格。 我特别想知道,今天这位东族妈妈还好吗? 两个孩子都长成什么样子了? 于是,我想当地的《柳州日报》发出了求助信号。 没有想到,一个星期之后,《柳州日报》就给了我回复。 近寨的道路虽然弯弯曲曲, 但当年的洋场小道已经变成了同场的公路。 原前三天三夜的路程,今天只需要三个小时。 这让我惊叹不已。 更让我惊喜万分的是, 他们竟然还找到了我当年的想到老羊。 我当年进入东乡拍摄, 当地村民中只有老羊。 在老羊干收留我们住宿。 我在老羊家住了两个多月。 有茶。 冬住的特色。 昆虫。 王虫,对,王虫。 以前送给人家,人家不要。 现在已经30、40块钱。 我现在很养牛。 很养牛? 是的,我的牛在河边。 我们走了吉里山路。 在一个名叫唐朝的小寨子里。 找到了那个当年乔治双胞胎的洞主妈妈。 妈,你老了。 你老了,你老了。 妈妈,你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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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妈妈。 当年你叫的。 她,她,叫两个孩子。 她,叫两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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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弟弟。 嗯,这样子。 你那时候还没有见到外国人。 是吗? 她看到我。 特别害怕 特别害怕 快三十年了 你今年多个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八 这是给你们 给我们的 我签一个字 我拿着不发的就了 来 谢谢 来 你们三个都看我了 来 现在都弄了 算了 来 国家 都别人 我 没人 在我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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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做什么, 我们躲在晴晴 当年那个大上盛处 一物一物的原生台社会 正才发生巨变 村里不仅早就通了电 能收到电视 数字网络也覆盖到了这边 在与外部世界隔绝的高山上 正在修建高速公路和高铁 在新奇这些变化的同时 我不知道这对动作文化保护 究竟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完全都不一样了 现在差不多 因为现在在这时代的变化 村民啊各个邻居各别城啊 基本上把木楼拆到 搞那个洋房 搞到许多房 但是我们为了保护我们村庄的原貌 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 应该的 那你们保护的方式方法是怎么 都不能做新的肉 现在的变化了 现在有着 有着公路过去 很大的变化 现在变化 以前就是独独的一条通道 多年来 我已经学到了一百五十万个爱上中国的好理由 我学会了去了解 去观察 去仰慕这个伟大的变化 它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生机 多少次我精细地发现自己身处如此淳朴的氛围 那么有特色 充满热情和欢笑 在尊重彼此文化的坚持下 不是分享共同的奇妙发现 就会再见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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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